中国的中等收入到底应该怎样算 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规模如何 这是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的时候 非常着重瞩目的话题 小强 小强给我们带来新的说明 对 像李奇休息法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周末看到的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 这个新闻有很多数字 首先是一个叫做李时的学者 在上周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月均收入达到人民币约3000元 即可在中国被视为中等收入群体 在中国这样的人有4.6亿人 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是重点在这里 他强调中等收入并不代表 你就能过上一个好日子 李时也说中国三口之家的年均收入 在10万至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人口 仅约33% 高收入人群的比重很低 约仅占2%至3% 剩下的约65% 属于低收入的人群 在中国与人均收入相关的话题 一直是网络上或者是相关研究学术界的 一个有这个很有很多这种话题的一个热点 在2020年三年前的这个中国两会期间 当时的前总理李克强 他就说中国仍有6亿人口 他的月均收入仅有3000元 当时就是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话题时不时到现在也会被翻出来说一下 那前段时间这个浙江大学的这个自身教授 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的李时 在接受腾讯新闻腾讯财经的一个采访上就说 在学术上和研究上 中等收入的标准只考虑收入 他不会考虑到生活负担 或者是生活压力和支出 这些其他的方面 李时说相较之下 很多人设想出一个中等收入的标准时 其实是考虑加进了很多其他的因素 有的人会认为中等收入的人群应该是 已经是过上了一个比较舒适的 优渥的一个生活 而对照自己的生活 就感觉自己离这个标准很远 李时就说呢 即使在中等收入的群体内部 那有人可能是日子过得比较舒服 但有人可能是刚刚越过这个标准的门槛 日子呢过得还是比较艰难 不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进入中等收入之后 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那中国官方在2018年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 年收入介于10万至50万元人民币 属于一个绝对的定义 而已开发 已发展的发达国家中啊 多用中位数来计算 那属于相对定义 那依照中国的这个定义啊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最高与最低就相差有五倍 有的人啊 只是刚摆脱低收入 进入到这个中等收入群体的区间里 那有的人呢是收入相对较高 生活品质生活方式相应的也就更好一些 李时也说啊 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布来看 有80%以上的收入介于10万至30万之间 这说明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 还是发展中国家 那李时在这他自己的研究中也提到 虽然中国的这个中等收入的人口 从2017年的4000万人增至了2022年的这个4600万人 且从20年前的不到10%到目前的33% 但相效之下 美国的中等收入的人口若采用中国的定义 比重将超过70% 若采用欧洲美国定出的这个中微数60%至200%的标准 也有约60% 但李时也说啊 即便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 也有不少人啊 是属于中等收入者的人群 不认为自己真的达到了一个中等收入 不过中国仍然要不断的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 同时要稳住现有的中等收入人群 让他们有稳定的就业 有稳定的收入 那从地域上来分析啊 在中国中等收入的群体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 像北京就达到了约70% 浙江呢 则在约60% 甘肃可能是不到20% 而在农村中等收入的这个比重啊 比重就很低 有约90%以上都是低收入的人群 那至于职业呢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机关 事业单位 大型国企 高学历人群 技术工人 以及一部分的农民工 服务业人员 个体户还有私营的企业主 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 其实在我看来是 其实还有两个新闻 可以和这个中国中等收入4.6亿人 每人月薪3000元人民币的这个研究报告 作为一个对应 那就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名人 就是马云 马云最近在整个周末是一个密集的曝光和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首先是 在 5月下旬的时候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就召集了淘宝天包的集团 各业务的负责人 他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内部的沟通会 那据多位阿里的员工描述 马云认为淘宝天包集团当前的这个竞争局势十分严峻 他以诺基亚和科达举了个例子 他认为一个企业从行业标杆到死亡 可能半年到一年就足够了 在互联网行业这个速度可能会更快 在以这个为前提 马云就说 那阿里过去那些赖益成功的方法 可能都不适用了 应该迅速改掉 他为淘宝天包集团指明了三个方向 一个是回归淘宝 一个是回归用户 一个是回归互联网 那这里我最为看中的是 他提到的要回归淘宝 那这可能就意味着 淘宝天包集团未来会用更大的力度 去扶持中小商家 有员工也判断 淘宝的这个流量机制 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原本的向天包倾斜 转向向淘宝倾斜 那在我看来 这是不是淘宝天包也要学拼多多 用低价去换回更多的流量 用高级店的词语 就是下沉市场消费降级 这个是既然提到了马云 其实关于马云的新闻还有两条 马云在短短的一个周末 在中国的媒体上是高度高频率的曝光 先是上周五 马云在东京教书登上了一个微博热搜 说的是6月12日 马云以一个叫创新创业为题 在东京大学与同学们进行了一个交流 当天的这个讲座举行了两个小时 包括来自中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 有50名同学一起听了马老师的课 紧接着就是这个周末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开赛 马云到了杭州来进行现场观赛 阿里旗下的这个达摩院的公众号 还贴出了一张马云连线数学大赛决赛选手的照片 还有一个花边新闻 我不知道真假 如果马云在杭州还办了一场家宴 这个是真的不知道 是真是假 那这些密集曝光给我的感觉就是 马云可以随意往返中国日本 真的是真正做到了来去自由 那再结合中国最近是不断释放出 要大力加大力度吸引外资 要频频讨论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 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浮想连篇的感觉 那再回到马云说的这个回归淘宝 他可能就是说要卖出更多便宜的 更多低价的产品 让这个占中国绝大部分的这个收入中位数的这些群体 中等收入的群体能够在口袋并不充裕的情况下 那可可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可能是马老板 马老师嗅到了某种气息 来的确啊 谢谢小杨的介绍 说到中国经济近期出现的问题啊 说到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叫中等收入阶层啊 我就想到在这个美国的二十年代啊 是这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定义中产阶级家庭啊 美国当时的这个总统胡佛啊 有这样的一个知名的定义 就是什么叫中产阶级家庭呢 晚餐上桌桌都有一只烤鸡 每个人家里都有两个车库 有两辆车现在我们看啊每家晚上能吃上烤鸡 这个目标在美国应该对于很多数人来说啊 并不是问题 这也展示了整个食品加工工业以及整个食品啊 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啊 现在面变得平民化传统上的肉食啊 现在呢在美国已经是相当低廉的 但是要说人家啊每家都有两个车库 车库里面有两辆车 那可能在中在这个美国的一些中西部地方啊 有两个车库有两辆车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 在纽约不要说有两辆车库的地方 你找到一个有洗衣机的公寓都不容易 那么有很多啊在曼哈顿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上西区啊非常好的地方 老前所在地 经常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 看到啊这个着装非常摩登的这些年轻男女啊 每个人挂着一个像像我们这个过去在北京南站啊 这个坐地坐火车准备回老家春运的大麻袋啊 里面是什么是换洗的衣服据说呢是不管风吹露宿啊 经常要走十五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才能够走到福建 最最这个最近的一个洗衣房啊 这也展示了现在城市生活的拥挤 刚才讲来说到一个话题 就有关于现在下沉市场中小企业 这也正好和我们今天在思想先驱报 要为大家介绍了一个话题相关啊 在想先驱报我们继续为大家聊中国经济复苏所面临的挑战 我特别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介绍中国小微企业 现在面临的南境 其中呢就引述了中国小微企业企业行业联合会的一位会长 说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啊 那么为什么小微企业会面临这么大的生存问题呢 简而言之还是需求有问题 什么叫需求有问题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不管是货币政策刺激还是财政政策刺激 归根结底就是你得看到未来有需求你才愿意去进行这样的投资 哎这样时候呢投资借贷成本便宜了 你可以去进行这样投资 这样杠杆才能撬动起来 如果你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需求 即使是借贷的成本偏低了 你也不愿意去进行这样的投资 因此啊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师啊就说 说现在呢信心问题既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表象 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那么到底怎样提振信心呢 今天我们在饲养先驱报中为大家进行更多的介绍